5、4、3、2、1 请启动 进动台湾 台湾文化会与国际街轨 请交吹事件 由文化部主办 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 陈伴之 2012年台湾国际文化创意博览会 将于10月18日至21日 在台北世贸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 今年展会将以交响为主题 在线报道文创十年有成之封硕成果 并推出全新标语 心动台湾 Hot Beat Taiwan 呈现未来展会行销全球的崭新形象 台湾年轻人所有的创意 在全世界都在发光发亮 但是以稿 21世纪以后 所有全世界每个国家 包含台湾在内 文化创意将来四地是一个主流 可是台湾能不能独占熬头 要看我们这些所有年轻人的表现 当然 年轻人包含您年龄60岁了 心还是年轻的 也叫年轻人 所以我们需要全体一起来努力 那政府从2002年开始 其实早在十年前那时候 就已经有规划到这件事情了 就2002年为了整个国家办的计划 那时候针对文化创意产业 我们就已经开始做规划 到2009年 不是 2010年 那时候文创法通过以后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 连续到现在三年 我们都准备了 有文化创意博览会 本届文博会展区规划 以文创产业特性区划出 艺术工艺创作 设计生活美学 流行影音数位 以及体验生活等区 呈现主要文创产业趋势 立业将搭配新锐原创区 持续提供微型文创产业市场接轨养分 凸显台湾原创的丰沛能量 当然 这些小企业 这些微型的企业 它确实有很多能力是不足的 它的样化能力 它的产销能力 行销的能力是缺乏的 这也就是我们文化部 交代我们 要特别来协助他们 怎么样能够量产 怎么能够走出去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博览会只是一个手段 不是目的 博览会就是来介绍 台湾有哪些文化创意的产品 这些产品我们经过跟他们交流之后 如果他未来被市场所认定了 我们要如何帮他行销出去 帮他能够建立一个市场的一个 畅销感到 本次展会目前已于全省 启动巡回招商说明会 7月20日前摊展摊位 更将享有早鸟优惠架 欢迎有兴趣的业者 至台湾文博会官网查询 文化部媒体公安组采访报导